看似沒風沒雨 卻也發生意外 彰化浦新鄉 一間家具行 一郎正在裝卸木板的貨車 車上是沒有駕駛的 突然就自己向後倒退 一路滑過馬路 車尾撞到民宅的牆壁之後才停住 車上的木板也全部都傾斜翻覆 影片在網路上流傳 民眾質疑就是因為颱風天 風大吹動車子 對高機才把木板放上貨車頭 車子竟然自己開始倒車 下的後方兩名男子拔腿就往兩邊跑 只見車子慢慢滑出工廠 兩名男子衝上前打開車門 想要上車控制車輛 但車子還是不斷後退 最後撞上民宅 車上木板散落一地 這才停了下來 現場三人傻眼又無奈 小小一塊輪檔放在輪胎後 後面汽車修配廠師傅說就可以有效預防車子產生無預期的滑動 師傅解釋 貨車因為車鄰或保養問題可能造成手煞車無法產生預期的效果 這時候多個輪檔可以多一分保障 如果斜坡是往上 我們會建議放在後面 輪胎的後面 如果我們車子是往下停的話 往下停就是斜坡車頭往下 那可能車檔就會建議把它放在前面這個部分 再看一次意外發生過程 家具工廠表示 那是到木板工廠裝貨運時 外包的貨運司機 下車沒拉手煞車 加上強風吹才會發生意外 幸好整起事故只有踩損 沒有傷亡 記者林一峰彰化報導